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今天和大家分享新上盘的名单 今次这个房子是在Downtown 今次介绍的是一房单位 室内面积580呎 在Downtown屋出租 会连租约一起买 在温哥华Downtown西南角Yale Town位置 这房子的名字叫做Rollstone 门牌号码是1325Rollstone 如果大家从温西过来 过99Granford橋 经过Granford Island落地就已经是了 我们的周边其实充满了不同的餐厅 Norch Cafe吃过很好吃 去到这边如果你走路去 最近的Sky Train Station 就是Yale Town Roundhouse 都是说5-7分钟就可以走过去 周边全部都是食物 下面是Fraser Creek 都可以散播 逛街 都很多食物买 最近的大学就是旁边Canada West的大学 这个建築是2013年建好 现在租金大约$1920 上一次加租是去年的9月 一房单位 我们的挂牌价是$59.900 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单位 其实很简洁的 门口在后面 然后门口那条走廊 其实两边都放了东西 左手边这里就有一个钉位 现在因为租客住 他就把钉就布置了 好像书房 放了很多艺术品 钉到这里 然后呢 门口一进来 大家看到这些建築都做了柜 我们开一个来看一看 都是挺深的处理空间 一路一个两个三个柜 看看 这个柜我也觉得是 这个柜就是把洗衣机干衣机收起来 它用的是Samsung的干衣机洗衣机 上面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放到很多洗衣服用的东西 好了 我们的门口可以进来 这个开阔的位置就是厨房 它的设计也是回到那时候 13年14年的色彩 特色就是L形的厨房 和这些绿色小小小的砖 我们最近看到楼花多 好像很少看到以前这些小小小的砖 我现在就这样看 它的砖缝白色其实都挺干净的 并没有用到很骯髒 需要很多很多的清洁 感觉上都可以的 它的桌面空间都比较充足 这个L形的位置可以放到很多东西 有这个Instant Pot 然后又有炸汁机等等 这个炉头是用电的 这个是一体式微波炉加抽油烟机 上面这些都是的储物柜 灰灰的色 灰色咖啡色配这个绿色的砖 雪柜也是比较大的 比起我们现在看的新楼 经常都是24寸 这个就是30寸的雪柜 而且它不是counter size的 它是凸出来的 所以它里面都可以放到不少东西 我们先看看 我还是不好看的 好像有很多东西 这样 下面转角位的柜 桌面就是corset ing 也是我们又是看上去 我现在手摸 这个炉其实都干净的 像是小碗迪迪尔袍的 现在正在走 这个建筑的话 其实这个中度是租客自己买入的 所以到时交楼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了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放餐桌 或者放到一个岸壁 这些应该都是租客自己放上去的装饰 如果租客搬走的话 都会把这些带走的 好了 我们看完饭厅空间 然后就看客厅空间 这边客厅的话其实面积都可以的 你足够一个距离 可以放到比较大的L-shaped的沙发 然后这里都是三片大玻璃 这个是sliding door来的 就是直接可以打开 现在有只猫猫在这里 待会把猫引进房间之后 先和大家出 都不用的 都不用走出楼台了 就是这样 对 方向是东南 我们的九楼 所以我们前面也有个建筑 没有很开阳的远景 more like city view 然后它现在外面也放了一些不同的家具 他们可能在租客有时都会习出去 这边L-shaped 沙发 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放了个假音乐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里 逼少少放桌 应该都可以的 然后这里就有个cheater bathroom 由这个洗手间进去 又可以进到洗手间 也可以进到房间 那我们不如走这里进来看看 洗手间作为一个一房单位来说 我觉得它的空间都蛮宽落的 出入客饭厅是一个sliding door 而出入水 这两边都是sliding door 比较省位的 三件控很简洁 这边是洗手盆空间 一盏灯烧了 然后这里都有毛巾位置 浴缸 就是这样 摸不摸得的 她想喝水 又喝水 刚刚喝过了 她想玩水 她看了 她不玩了 她想看水 哈哈哈哈哈哈 她想洗澡啊 她想洗澡啊 是什么呀 她是玩的 她想洗澡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你的人都在洗澡啊 是啊 那你就学洗澡啊 这只洗不到啊 哈哈哈 但是她又很乖 她不会下去的 她知道这个位置是湿的 我可能之前摸过的 怕水 怕水 但是这个里面本身也没有水 她可能就是摸过的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猫 不知道啊 有没有观众朋友知道 这是什么猫 可以告诉我们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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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为什么走了 我可以继续 我可以继续 好的 好 好 我们刚刚看完 不用手间了 然后呢 我们就过来这边 那去经过这个走廊 就是两边是有衣柜的 它也是普通的 那些叫做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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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两边都有铁架 那这些两边都有铁架 好 好 来到这个房 其实这个房子 是有少少轴角的 两边窗 那现在因为 因为客人去放了一些画 我就不把这边白叶链打开 打开了那边白叶链 所以其实你躺在床上 这个是 Queen Size的 你都会看到前面的一些景色 然后他现在把床拍起来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书桌空间 所以其实大家想放一些大一点的床 或者放两个床和柜都没问题的 大家看到这边的杂物多一点 其实它有一个衣柜的冷气 这个130的建筑就没有冷气的 有暖气的 暖气是用这些Base Watt 大家看到它的旁边是有暖气的 总之窗下面的空间就有暖气的 好 那我们由房里面就出回来这里 又回来客观看空间 这个单位是有租客在这里 所以我们通常是年约一起买的 他现在租金是1920元左右一个月的 这个租金上一次的加租是去年 21年的9月份 所以未来承接这个租药的新业主 如果你要再想加租 一定要等到9月之后 跟回市场 即政府允许租金去加 这种租药我们现在是month to month 不是fixed term 所以如果新业主买入的话 可以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是投资户 打算是出租 买楼收租的话 继续承接这个租客 也可以继续month to month 但是如果你是想买这家屋 是自己是要入住的话 那就可以提前给租客两个月通知 一个月免租 这样就等他提前可以去搬走 那就可以进来 它的停车位其实很近过升降机的出入口 从出入口走过来 走几步就已经到了 而且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位置 因为它是单边单钉位一个 然后两边有长抹着你 那就是这样的了 所以都挺特别的 跟大家拍一拍来看看 那我们现在就去到1325 Rollstone Building的顶楼 这个Root Top Garden 只要大家有住户的鎖匙 就可以进来用 参观 和朋友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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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我们可以来看看景观 现在这边向那边看的话 就是西边来的 West Facing 所以除了一些楼 City View 遮挡之外 还看到一些海景 那边就是海 大家看到一路沿海进来 那边有些草地 大家可以在那里散步 一路有一个海湾 Falls Creek 就在这里一路进来 这条桥就是Granville 桥 刚才跟大家在手机上有分享到 我说这里就是一路桥 我们已经是那个建筑 所以其实下一个楼很方便 那桥下面大家看到 旁边有几个三尖八角 但差不多一款的建筑 其实就是University Canada West 加拿大西部大学 我这样译的大学名 所以有些可能是学生 或者是教职员 Admin 都会想租这些 Walking distance 过马路 就有的建筑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放租收租都挺方便 就是这个原因 那边向南 Falls Creek 一路进来 一路过来 这些主要都是扭景 城市景观 我们和这个位置 我们在Yale Town 这里一路过去 其实都是Water View 上次刚才在建筑 我跟大家说 如果大家喜欢走海边 草地休息一下 或者是沿着Yale Town 这边的海湾 那边有些散步 有些餐厅吃饭的话 这里也很方便的 基本上走过去Walking distance 几分钟就到了 Skytrain 也是大概是那个方向 这里就整个Falls Creek的景观 这里的楼好像稍微矮一点 这里向东 其实 Granford 桥 落桥位 就刚刚好在我们建筑的前方 不过我们的单位的楼层是9楼 没有以下那么高 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不到那么多东西 我们主要会让前面的大厦遮一遮 遮了少许劲 同时都隔了声 所以在刚才我们的单位 虽然向着同一个方向 但其实你会觉得没有太大的噪音 因为前面的建筑就吃正了噪音了 然后我们继续向后走的话 就会看到正北边了 在这里经过 就有一个小朋友玩的area 它还要在上面整个泳池 对 整个泳池 刚刚机仔飞飞机的时候 就说在这里有个稀水池 所以吸引了我们特意上来看看 怎知是这样 我们其实这个Rosjan这个建筑 就差不多是入单摊的门栏 就是刚刚好地坑位 一路再向入西北、北、西 就会越来越多建筑 就是我们温哥华的单摊 这些建筑就有新又旧又高又矮 大家参观一下可以看一下 总括来说 还有一些越是石屎面积多 就会是旧一些的建筑 大家看到落地玻璃多些 就开始新一些 而那些露台再叉出来 就像这些这样 那么高的 就是更新更新的建筑 这边的构造大致上是这样的 这里有中了蒲公英 是的 蒲公英是天生的 天生天阳的 什么是野神野山的 顺野三浦公英 好吧 好吧 这个是他吃的东西 不是的 才是 是啊 他叫你开 不行 这个 他没有叫你开 他没有叫你开 他会引你 看着你 然后看着那些东西 怎么样 我们不可以喂你 不要动 快点 快点 看一下给我 可能真的拍一次了 糟了 没有按 再来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